115 《蘋果日報》市場競爭大看膽託新能源車大行為插場氣石13% 2015年7月14日《財經耀文》B04本部信 停牌近一個月的長城汽車2333作伏牌,股價最多坐近兩成 大行一致認為運動型多功能車市場競爭加劇 細拖垮長氣營利,同時,中國車市6月份銷量兩年來首次下跌 華晨1114更率先發刑警,分析了年內車鼓舞運行 記者,鄭柏玲長氣至6月中停牌,至昨日復牌 公市公布在A股市場配股集資約168億元人民幣 停牌期間中港股市急跌,長氣作復牌補跌13% 收報32.95元 相反,在中國政府暴力託市底下,同日復牌的長氣 A股表現硬靜,再配股音埋下股價形升近5% 摩東目標價削至28元主力生產的長城汽車 過去五年累積升幅於600% 不過,包括大摩、瑞信、德銀等六間外資大行街 認為,長氣在SUV市場內霸主地位已經不再 作分分調低其投資評級或目標價 看法最淡的摩通坦然,長氣在SUV市場橫行多年 近月中開始減價及增加折扣 反映市場競爭轉趨競爭 該可對長氣集資發展新能源汽車的計劃有保留 認為其技術有限,發展電動車也可能攪拼整體營利 目標價由44元大削至28元 近月中國股市急錯帶來的負面財富效應 逐漸在車市內浮現 上週公佈的6月份成用車銷量 惡年跌3.2% 與5月比較更跌9.2% 位於兩年來首次錄得抗年下跌 升展指由於銷情疲弱 加上經銷商存貨攀升 車廠唯有減價促銷 令7月為傳統汽車銷量淡貴 估計車廠可能被迫減產應付暫時 摩通估計 最差情況下今年中國城用車銷量 可能唯有紀錄以來首次見紅 即可年跌0.2% 不過 在該行基本預測中 今年全年銷量可增長3% 但已經去年初時估計全年增長6.5%的目標有所調低 華神營景恐小賺40%多間車 其中 主打生產貴架車 國產保馬的華神 作見到第一滴血法營景 公司指 今年上半年中國汽車市場銷售增長放緩 令華神保馬銷售成本增加 加上為準備下半年推出的新型號及新生產設施 相關生產成本增加 估計截至今年6月底至中期業績 應佔盈利將按年下跌約40%